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煮了十多分钟 一点不显老 蛋黄的色彩很好看 蛋清也特别嫩滑 吃起来特别香 同理 家里的小米放坏了 别扔 一样可以煮鸡蛋 煮的时间长点也没事 同理 可以举一反三 其他骨类也可以煮鸡蛋 只不过 味道好不好就不知道了 煮完鸡蛋的豆渣 同样不要浪费 还可以给花草施肥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是我家里养的花 煮完鸡蛋 鸡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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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